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匹兹堡宣布了 他的2万亿美元的基建和经济复苏计划 这也是其重建美好执政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在桥梁、道路、公共交通、港口、机场和电动汽车开发等交通基础设施上 投入6,210亿美元 将提供4,000亿美元以加强对老龄和残疾美国人的护理 拜登希望投入3,000亿美元用于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根据他的计划,其中500亿美元将投资于半导体制造业 另外300亿美元将用于医疗制造业 以帮助支撑国家应对未来疫情的能力 2,130亿美元用于建设、翻新和改造200多万套住宅和住房单元 投入1,000亿美元建设新的公立学校 并对现有建筑进行升级改造 白宫透露,预计在4月下旬将公布经济计划的第二部分 可能涉及对美国医保和儿童保育的巨额投资 3月31日,辉瑞与BioNTech宣布 12至15岁少年接种其疫苗后会产生强烈抗体 且有效率达百分之百 辉瑞在2260名年龄介于12至15岁的少年中进行测试 没有一人出现副作用 预期数星期内可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 目前,辉瑞疫苗已获准为16岁以上人士接种 对于年龄在16至25岁的人士 出现的副作用与成年人一样 但直属中度,包括注射部位疼痛、头痛、发烧及疲倦 辉瑞希望可以在下一个学年开始前 该年龄层的孩子能接种这疫苗 3月30日,美国纽约州议院通过了娱乐大麻合法化法案 新法案规定21岁以上的纽约居民可以合法拥有3盎司大麻 此外,纽约的居民还可以在家种植大麻 21岁以上的成年人可以种植3株 但每户最多可以种植6株 而法案最关键的是 大麻销售还将征收13%的销售税 纽约州长办公室此前曾透露 在因新冠疫情带来纽约州预算巨大缺口的时刻 大麻合法化可以刺激纽约州35亿美元经济活动 创造6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一旦全面实现 还将带来3.5亿美元的年度税收收入 其中部分会被用于重建社区投资和公共教育基金 南加州新冠疫情严峻形势近期正进一步缓和 随着洛杉矶县城县宣布进入更宽松的橙色级后 内陆的河滨县 圣伯纳丁诺县可能在下周进入橙色级 你允许商家增加室内营运容量 实施经济重启新卫生防疫规定 一旦和平线进入橙色级 酒吧可以在室外提供服务 餐厅、展览馆、礼拜场所及电影院 室内客容量将从25%扩大至50% 体操馆及健身中心从10%升至25% 3月30日晚间 小米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 正式宣布进入造车领域 公司拟成立一家全资 此公司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务 首期投资为100亿元人民币 预计未来10年投资额100亿美元 小米集团首席执行官雷军 将兼任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 首席执行官 这是继苹果、三星、华为之后 又一家手机厂商开始布局汽车赛道